元宵节快到了 往年元宵的应景装饰除了花灯活动 接下来就属小朋友最喜欢的提灯笼 提着五颜六色精致的灯笼在路上到处逛 才有过元宵的气氛 不过现代人求方便 除了以塑胶材质制作的灯笼 近年来提上环保 使用纸皱的灯笼也越来越多 只不过使用一次就丢掉 既不环保也很可惜 在路野瑞园的花布灯笼馆 辖着新年期间来自各地订购吊挂装饰用的花布灯笼 在云宵节前也没得闲 拼命赶工制作可以提着走的花布小灯笼 这一纸纸的小灯笼看起来材料没几样 不过制作的样式可是很讲究 这灯笼的典故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要象征我们在放在门前的 一些正煞辟邪的八卦镜一样 所以说你所看到的这个地方 全部就是像八卦 你这样斜着看 看起来很简单 不过这位临时被请来帮忙制作小灯笼的大姐 可是费尽功夫才抓到手工灯笼的制作诀窍 手比较不巧 不灵活 你看这个都要很细心 做这个灯笼要很细心 要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合作 这位被当地人称为花布格格的小老师 制作灯笼可一点也不马虎 手工灯笼制作得有一双巧手跟十足的细心 从备料齐全到完成一个手工灯笼 手手一天八个小时大概能产出三十到四十个小灯笼 然后这样子的部分的话 我们若是没有挂上这个手把了 我们就可以当成小夜灯 挂上去的话 这等于就是一个灯笼 以手手来算说 一天 一个小时啊 不会超过三四个 因为元宵节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就是也在一天 大概做一到两百个灯笼 然后大家也累坏了 不过大家做得很开心 如果我们不把它当灯笼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它当装饰品 你看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一个串一个 先把它串进去 再拿一个 把它串在一起 你看像街笼一样 把它串成那么多 一个花布小灯笼 除了可以在元宵应景 平时也可以放在家中 或是办公场合 当作装饰摆设 欢迎您也来到花布灯笼馆 体验美丽的真笼之旅 看到鲜艳的各种花色 看了都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东台新闻张家伟 陆野报导 我们就会这样做